大家就在想像 未來整個美中的整個合作 競爭的關係會不會有所改變 這個是在戰略上的部分 當然在經濟上 很多大概是美中最重要的這些人 也通通往這個會議裡面起 包括說副總理王岐山 財政部長謝旭仁 以及美國的部分財政部長蓋特納 以及聯準會的主席柏南克 還有白宮的國家經濟會議主席 薩摩斯 通通都在這裡面 我一直想問的一點是說 這個真的代表說 從此美國跟中國就會走向一個 共犯難的好兄弟 從此一起打拼 美國跟中國不再是敵人 共犯難看什麼議題 美國現在是經濟上有難 中共伸出元首 但中共也是因為 也是要看中美國的市場 因為美國市場一崩盤的話 中共當然會首當其衝 所以他當然為自己的利益著想 第二個 奧巴馬為什麼去呢 因為過去是現於副部長級的 資深會對話 所以說中共一直想把它變成戰略對話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中國大陸舉行 它就變成戰略對話 在美國舉行之後 它就變成資深官員對話 那麼經濟後來加個戰略是安撫中共 但中共一直不滿意 因為經濟 剛才正如研究所說 它是戰略性的經濟問題 所以還是對不是不合中共的意義 這次中共總算揚眉土氣 美國一開始就把它定位為 戰略與經濟對話 那就很重視中共的戰略上的地位 但是這個對話的名稱改變呢 並表示中美關係就會全盤的改變 經濟上他們還是相互依賴 而且雙方可以說依賴程度越來越高 甚至成為一個經濟貿易的一個共同體 所以說美國經濟一垮 中共一定慘了 那麼現在來看呢 戰略上還有很多有競爭 也有合作 像北韓 中共也拿北韓沒辦法 所以說即使中共想幫忙 也不一定幫得上忙 再加上巴基斯坦阿富汗 都是在中國的這個邊界 那麼這個中共也不希望 美國的勢力太深入 所以說這個時候呢 美國一直要求中共配合 它就看起來有點像魚虎謀皮 所以說美國基本上只有 只有那個自求多福 不太可能從中國那邊 得到什麼太多的配合或者讓步 因為太多配合讓步呢 中共也很擔心 一旦把這邊搞定了以後呢 這個美國就賴著不走了 那在他邊界不走 那是這個這個可能 這個當然也是有可能的 中共也很擔心 所以說很多地方它能 中共想幫忙也幫不上 伊朗中共幫不上忙 那麼北韓也想幫忙 未必幫得上 那麼塔利班的政權 像阿富汗呢 或者是這個巴基斯坦 它現在都很難去 要這個很難要求中共忙 但中共也不見得就願意幫 所以中間有很多競爭合作之處 何況呢 它們貿易上面都有很多的矛盾 所以說美國明明是 從中共那邊拿了很多錢 買美國的公債 結果美國說 你的問題很大 你的這個人民的高儲蓄率 是一個大問題 那怎麼辦 那這個現在你要 要這個增加消費 來這個增加社會保險 來這個降低你的高儲蓄 但是呢 中共想要沒有那麼高的儲蓄 怎麼有錢買美國的公債呢 所以問題很大 另外美國呢 說我們兩個要一起共同對付保護主義 事實上美國的保護主義 比這個中國嚴重 美國就把中共拉來墊背 所以一起來共抗保護主義 可是我們都知道 美中有一些所謂的利益上的衝突 跟所謂的合作的障礙 但是會不會經濟壓倒 一切我們再來回顧一下 這一次的中美戰略及經濟對話會議 到底達成什麼樣的結論 就可以看出來 未來會有什麼樣的發展 首先在中美 也是中國跟美國的關係 未來怎麼辦呢 在今年大家已經達成一個共識 歐巴馬就要去訪問中國 換句話說 歐巴馬跟胡錦濤的會面 在今年下半年一定就會舉行 大家想問說 那這一種所謂的G2 就是兩個國家的高峰會 會不會變成定期舉行 而且是越來越重要 另外一個我們剛剛也看到說 美軍太平洋司令呢 也參加了這個會議 其實也有一個共識 未來包括美國跟中國軍事上的交流 不管是層級互動 或者是範圍都會大為擴張 還有就是說要恢復法律專家 就是兩國之間的法律的溝通 對話理解 這個要恢復 抱歉 還有在明年要舉行第二輪的 這個戰略及經濟對話 是在北京 我再請教一下陳老師 會不會接下來 就像剛剛黃介正 黃老師所說的 因為這一次戰略及經濟對話的 成功的基礎 導致於未來胡錦濤跟歐巴馬 定期的會面 這個G2美中兩國高峰會 真的會主宰整個全世界 其實不太可能 因為本來是副部長的一個工作會議 現在升級到部長級的 就是國務卿和他們的國務委員 或者副總理的這種會議 假如說是兩國元首來開這種會的話 那就是來收成了 收割了 所以說這個時候一定 之前還是要有很多工作會議 所以說這個我看 在可見的未來 這兩個兩個元首絕對不可能說 這個馬上明年或者後年 就變成這個 但是現在都提升到部長級了 現在部長級不過 那沒有用啊 部長級還是部長級啊 但是要到到元首級 終點還一大結了 所以說G2呢 我認為可能性非常低 因為中共不願意承擔這個責任 他更不願意說是 因為他上次提出SDR 就是一種 就是來美元的一個會議 說美元呢 作為一個支付的一個單位呢 是有點不太靈光了 現在應該換一套貨幣機制 來取代原來的這個美元 但是呢 中共自己卻不敢說 我這個專門幣來搞 因為他現在沒這個實力 也沒這個經貿的力量 來撐住這個霸權領導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他不單是霸權領導 他不願意做 連G2他都百般的閃避 不願意就承擔 因為G2就要承擔更大的責任 而美國也 美國老實講也很感冒 怎麼現在跟中共平起平坐呢 有時候給他面子是可以 但你不能說到最後 還要到最後 真的跟中共平起平坐 全世界就是兩個老大哥 那我想 美國一定不是不高興 俄羅斯更不高興 是是 那殷老師我要請教你 其實我們在你的談話中 也理解到 你曾經用這樣子一個比喻 很多國家在面對中國的時候 認為他就是一個爆發戶 要嘛就是看不起他 要嘛就是不願正面來面對他 可是這一次 美國跟中國舉辦的 這個戰略跟經濟對話之後呢 因為美國的降尊與貴 本來是美國以前都是指責你 中國那個匯率政策 怎樣這樣這樣 現在說拜託你繼續買我的公債 拜託你怎樣怎樣怎樣 這種所謂的用 所謂的有一點卑躬屈膝的態度 來拉高整個中國的地位 會逼得全世界正視中國的影響力 你如何看待這一次的會議 我想這個中間涉及到中國 在這個會前有蠻多經濟上的戰略部署 逼得美國不得不面對這個問題 比如說我們說G20或者IMF裡面 這些會議的話 這個中國的代表一直在強調 要用多邊貨幣來替代美元獨大的這個國際局面 或者是剛剛講的特別提款權SDR等等 可是在這個裡面一直不受到重視 提出來以後馬上像滅火一樣的蓋掉了 大家根本沒有把中國在裡面當作一個很重要 說話分量很重的一個國家 所以說拉了一些開發中國家一點用都沒有 結果中國回家了以後開始 首先他利用人民幣跟其他國家的貨幣互換 用貨幣互換的方式 就是將來我跟你們這些國家貿易的時候 就人民幣跟你們當地的國家的貨幣來交換 根本不用美元 這樣的話一方面可以避免中國的外貨存體裡面 美元繼續增加 另外一方面把美元慢慢的地位降低 就排斥出去了 這樣子一做以後七八個國家一簽了以後 美國的開始慌了 因為一旦將來這個普遍了以後 美元在亞洲或者在周邊國家 它的地位慢慢就消失掉了 所以美國當然就緊張了 因為萬一美元奔盤的話 那美國經濟就雪上加霜更糟 這是其中的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中國大陸手上有一大堆美國的債券 我們一般估計的話將近有一兆美元的這種美國的債券 其中國家的國債跟我們講的這個房地美的這些債券 那這些債券我只要丟出來一點點 你這個市場就崩潰掉了 所以說美國也很緊張 再加上美國最近要發更多的公債 他希望老共來幫他消化來買 那中共說我為什麼要買你的 結果所以說這個蓋特納剛開始是批評要人民幣升值 最後變成他去求老共去買他的債券 這個主客意味了以後 這個變成我們看到的整個這個經濟的軍事就改變了 改變到現在就說美國必須要低下頭來去求中共 求中共的方式就很簡單 在國際上你應該有的地位我要給你 那透過這一次的這個所謂的戰略對話 慢慢中共的地位自然就抬升了 而且中國大陸在這個亞洲所扮演的角色 現在已經超過日本了 再繼續往下走的話 可能他在亞洲是扮演一個主導性的角色 那美國不跟中國打交道 或者有意的壓低你也壓不動的 那又一聲原則是不斷掌握的人 準備錶射 在這個納 spring